四缸泵 首先第一步 把这个泵的供油接好 接外面这个头 回油接外面这个头 这是一台窒息泵 在修这个泵的时候 要用单独的油箱 因为它是一个窒息泵 然后这是一个四缸的 四缸的 把这四个用咱们普通的盆油器 就可以连接好 然后 Aurl的视线台送上电 还有这个VP44 后面的这个电源打开 然后这边是电源线 保险 这是转速传感器 这是一个主线数 连接VP44的ECU 然后前边 这是一个选择四缸和六缸的测试 类型选择 可以六缸 再点一下变成四缸 然后有一个列表测试里面 可以自动测试 然后返回 咱们一般常用的是自由测试 然后 把 属于VP44 这台机器配的一个ECU的接头 连接到这个泵上面去 把它推到底 确定连接好 然后 然后这边 穿透针 连接到VP4这奔的 外侧这根线 然后传感器连接好 连接到这个齿轮盘上去 这个齿轮盘的距离和充感器的距离 两毫米以内 对准的时候 这个灯是亮的 就说明这样安装就可以了 然后 然后 启动OLED的摄影台 让它转起来 然后转速 这是一个反转梦 转到相应的段度 这个段度 和这个段不是对 Bent 然后点一下 然后 但是调节是不实的 好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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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再换一个程度 把它转到800分钟 内攀 转到800分钟 然后这个VP式的压力表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要看一下这个压力 我们配套一个参数表 你看一下这个压力是不是和我们的参数表能对应起来 这个压力表接到这个插头上面去 然后测试完以后 关掉电源 这个压力表面就会有点重量 这个压力表面就会有点重量 这个压力表面就会有点重量